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每天要走路是接地气 每天要喝水 这是人寿命的长寿之道 每一天你们说离得开火吗 烧饭是靠什么的 你们火才用的多不了 冷了时候是不是要增加点热量啊 增加点热量是不是要用火啊 风呢 热的时候要不要风啊 所以地水火风是维护你身体健康 生命延长的一个基本要素 三毒贪嗔痴 毒不毒啊 贪心啊 你说这看 哎呀 过去有一句成语叫 人心不足 蛇吞象 像一条蛇 要把一个象要吞进去 你说人心不足 蛇吞象 很可怜的 撑呢 恨呢 我一定要报复啊 我一定要 他搞我了 他不想想 他搞你 你搞过他没有 你们要想一想 任何的果来了 跟你们的因有没有关系 愚痴呢 那就不贪了 做出来愚痴的事情 为了贪一个事情 没贪到 结果被人家骗了 很多人说 我用小钱来赚大钱 赚不到 被人家骗了 明明想不到的事情 我要想 明明得不到的事情 我想去得 你这个人就是愚痴 很可怜的 随缘吧 其实给你们一段时间 有的时候停一停 静一静 非常好 所以人生啊 一辈子不能一直很好的 风风火火一辈子 也不能一辈子都很倒霉的 这两个都会损害你的意志 实际上人最重要的就是 做一件事情之后要安静下来 停一停 有的时候一种回味 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思维 你会总结一下再重新开 就像你们开长途汽车一样的 开了三四个小时 你得停下来 喝杯茶 用个卫生间 然后调整一下心态 再开始 有什么关系呢 人生一辈子就是这样的呀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呀 你看停下来的停 边上一个人字 你看他右边 不是像一个停字的一个停吗 所以人要经常要反思 反思有时候比前进还要重要 没有反思的人永远不会前进的 那么六贼指人的六种情绪 我问你们眼睛会发脾气吗 眼睛凶起来 你们回家照照镜子 你们的眼睛是不是三角眼 经常三角眼的人很凶 妈妈把你们生出来的时候 个个都是圆的 三角眼是自己锻炼出来的 自己拿面镜子 照照自己慈悲不慈悲 照照你们到底有没有良心 像不像佛呀 对不对呀 好 第二个是耳朵 耳朵会恨吗 耳朵怎么恨呢 听到了开始恨人 听到人家讲我了 听到人家发脾气了 耳朵听到东西不一定真的 你们一整天在放大悲咒 然后呢 等到没有大悲咒停掉的时候 耳朵里好像 好像还在放大悲咒 中国自古以来传统文化里面讲的 鱼音绕梁 鼻子 鼻子会生气吗 是不是个贼呀 闻到了香的了 就去吃了 闻到了好的东西了 就想要了 闻到了女人身上擦的香水了 开始动邪念了 我告诉你 全部都是这个鼻子出的事情 闻到烧烤了 又想吃荤的 所以就闻到了 你就开始想做坏事 吃荤的 舌头 我问你们 舌头会不会生气啊 舌头生气的表现形式是什么 骂人啊 讲谎话呀 妄语啊 你看你们讲话 如果没有舌头还讲得清楚的 你们讲话讲得好 全靠个舌头啊 调解呀 这个舌头会调解的呀 你要是说喝酒醉的人 你说他讲话讲了没有舌头了 中医里面把舌头当成很大的一个事情 请你把你的舌头伸出来给我看看 叫看看舌苔 白的说明你脾虚 红的说明你血压高 血脉不合 他有道理的 舌头是造业的根 是说谎的根 是妄语的根 所以舌头要管住啊 每个人的舌头在里面动了 开始了 就开始骂人了 你看你舌头没有的话 你说你这个人还能说什么话 听不清楚了 所以舌头非常重要 所以你看一个人讲话 能言巧遍的人 他的舌头都是很厉害的 但是要讲好话 不要去讲坏话 那么身体不谈了 身体的情绪 我说不谈了吗 现在高科技 照在你身上 可以知道你的情绪变化 温度多少 就知道你这个人会不会 发脾气 闹 一个人要想闹的时候 他只要这种机器 往你身上一照 马上就能看出来 你这个人情绪的变化 现在科技已经做到了 我相信以后坐飞机 你看他有一个东西 你们如果有温度 他那个机器放在那里 他会叫的 如果有一个人温度特别高 体温超过了 他就叫 其实道理都是一样 就是一个人要吵架之前 发脾气之前 发怒之前 他的体温会加高的 他的情绪会变化 所以很多什么探测器啊 这种心理探测机器啊 他就是靠着这些东西 因为人的血脉加快 血压升高 人的温度升高 这个人很快就要发脾气 那么你们能不能 在发脾气之前 先安一下自己的脉搏 喝点水 我告诉你 你们躺下来就不会吵架了 为什么 你看有几个人 躺在床上吵架的 吵架全部站起来吵架的 几个人躺在床上骂人的 血脉平和的人不会吵架 那么身体要当心 还有一个心 心是最会闯祸的东西 如果心控制不好 那么你掩耳鼻舌声 全部都开始闹了 当一个人 如果六种情绪 全部都在身上发泄的时候 我告诉你 眼睛们蹬出来 脸们发红 舌头们在骂 在增加自己的热量 然后耳朵听到的都是刺耳的事情 接下来 猪魔来侵扰 所有的魔性都来侵扰你的 所以一个人越发脾气 越做错事情 越做错事情 越发脾气 恶性循环 所以你去看吵架 为什么吵到后来 会越吵越厉害 会最后扔东西 他要听到一件东西 响了之后才会停下来 因为任何的魔 只有你声音特别响 他就停下来了 所以你看吵到最后 两个人在吵架 听到警车叫了 停下来了 对不对啊 如果两个人吵架 吵到最后 砰一下子 对方哪一个男的女的 把这个东西一砸 光一下 大家不讲话了 就是魔在身上的时候 你要叫他停 是停不下来 只有给他一种刺激的东西 他才能停下来 其实在心理学上来讲 这些就是让你整个的五官 受到一种刺激 而这种刺激 是超乎你正常思维的 就是你没想到的事情 啪来了一下 停下来了 所以你们要好好学的 这给你们讲心理学啊 所以吵到差不多了 不要再吵了 没意思 夫妻两个啊 谁让一步啊 就用不着到后面砸东西 现在是砸东西都要挑的呀 看哪个便宜 当时脑子里 我要砸这个杯子 这个当时买了三块多 很便宜 砸这个呢 要想一点 一想三十几块 不砸砸小的吧 对不对啊 所以一个人要记住 当他发脾气的时候 他是失控的 失控的人从脸上 第一开始表现 眼耳鼻色生意 全部都颜色变了 血脉冲上来 人简直就是不能控制了 那么磨就来了 那么你这个时候 就失去了菩提心 要失去菩提心 那么这在佛教里面 讲一句话了 叫因祸如是菩提心 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要 不让磨来清 要改变 要因祸如是菩提心 故 就是所以呀 要得到菩提的心啊 你要改变 磨来侵扰啊 所以一个人 讲话声音太响 你看看最近 飞机上发生个事情 只要你讲话在飞机上 现在想一点点 马上人家就以为你失控 就影响飞行安全 马上就叫警察上来 把你请下去 这是什么道理 这就是我们说 一个心啊 你没有菩提心 你这个人讲话就会想 不能够忍耐了 能够忍耐的人啊 他这个功德很大 你看忍耐的人得平安 你们知道吗 所以一个人能够忍耐的人 他是一个有修养的人 他能够得到别人尊敬的